前方駕駛 當旅客在第一時間反應車廂內的狀況的時候 畫面也同時鎖定 我們可以司機員藉由跟旅客對話 也看到了畫面的狀況 立即將這個狀況回報給行控中心 行控中心同時也透過這個系統 掌握第一時間車廂內的狀況 如果它有狀況的話 對它就會像門邊就會有那個 我們看到圓形紅色按鈕 它一按下去這個畫面就直接鎖定 有旅客通報或是有些經濟狀況的時候 音樂動線它可以指定 從那個螢幕上它可以去挑選說 它要去監看哪一支攝影機 然後有行控來下指示 那就依照他們的這個作業程序來做